机械手臂挥舞 搭配大型投影 以台北的未来为主题的影片 为台北陈博会做开场 在短短几分钟内 呈现台北的现在和未来 浮光山台北道场成员 日前前往参访 在台北市社会局局长 周渝修的带领下 感受台北城市的变化 体会将佛教义礼 运用于生活的重要性 新允大师他推动一个叫做 以文化弘扬佛法 以教育培养人才 以慈善来福利这个社会 以共修来进化这个人心 我们这个社会是需要 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不叫讲平等 那大师就提出了一个 既然是平等 我们大家就应该要行三好 所谓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以运动场跑道为主场景的 共融社会展区 综合的台北市这些年来 从育儿到老年 甚至包括毛孩照顾等 种种改变 展现透过人为的努力 和环境规划 让城市更充满人情味 我们看到这个一起好好住 里面有祝你好运 有整个社宅的居住正义 然后再到这个 整个托育的优质的环境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很关心的长辈 就台北渔林好好慢慢老 这个部分包含 包含从这个健康到亚健康 到失能 一直到最后的临终关怀 那里面还包含了 我们对长辈很在意的 这个活动 活动要活就要动 2022年台北城市博览会 以台北的未来为主轴 规划了永续发展 创新创业 智慧城市等六大主题展区 而城市的永续 需要全体市民共同努力 长期重视环保永续的佛光山 也表示 秉持新云大师的三好精神 未来将持续从慈善 教育等方面 协助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人间卫视务制衡 叶玉银台北采访报导